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瓦塔 我是威仁 我是Ada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塔斯的景點 塔斯瑪尼亞動物園 我們會來這個地方主要是因為我們 其實之前很非常喜歡戴熊 我們來塔斯也是因為我們想看戴熊 但是我們去了搖籃山 還有去一些地方我們都看不到野生了 所以我們得知這個塔斯瑪尼亞動物園就是可以抱戴熊 所以我們就衝去了 這個動物園他蠻特別的 他是在塔斯唯一一個完全被認可的動物園 那他致力於保育一些瀕臨絕種的動物之外 他還有繁殖Devil 就是應該說他有做繁殖計畫去關於Devil 所以他還有一個名字叫Devil Heaven 對然後聽說這個動物園他有本是就是森林 對他原本是一個森林 那其實你一去你也會覺得外觀很繁密 因為他 偏僻超偏僻的 對而且看起來就像沒有看過 但他其實就是為了保護那個環境 不要讓他被這些建築破壞 所以他其實做的蠻簡單的 對然後這個動物園跟台灣的一些動物園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台灣動物園的欄杆都會特別高 然後離動物特別遠 那這邊的話幾乎都是隔一片玻璃 或是欄杆很矮 你很近腿看到動物 但是這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你不要 因為欄杆很低 你不要想把手伸進去 因為像Devil 還會跳起來 他看起來超可愛的 但是如果你手伸進去 或離他太近 他可能會跳起來咬你 對他以為你要為他吃東西 他會跳起來咬你 他的咬合力就很強 他咬住之後他就不會放 一甩一甩掉 我們一個朋友就這樣 他手就被咬 對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是我們講的 就是他可以抱帶胸 但是也不只帶胸 你如果錢夠多的話 抱一次動物好像是20塊 沒有 他有不同種類的動物 那最便宜的話就20塊 對 抱帶頭就20塊 最貴的話就80塊 但是比較危險一點 也不能說危險 比較特別一點的動物 就是最高到80塊 對 這太夠了 不夠不下來 80塊是什麼動物 好像是一個非洲貓科動物 但是是肉食性的 對然後除了這兩個 還有Devil啊 蠻多東西都可以 對 都可以抱 如果你錢夠多的話 門票就29 對 再加上你要抱的話 我們就花了50塊 對 除了剛剛講的這些動物 還有一些動物也是不用錢的 例如說羊駝 還有羊 還有雞 對雞 還有那個那個那個 鋁子 對 鋁子 這東西是你可以不用錢 然後還有 Wallaby 來澳洲的話 全都可以看到Wallaby 但這地方你可以摸到爽 對 你只要準備2塊錢的飼料 你可以摸到爽 對它就像 你養的寵物一樣 貼在你旁邊 對 然後抓你的手 然後要吃那個飼料 對 這個動物園大致上就這樣 我自己覺得 跟台灣的比起來 互動性比較高 對 而且 和動物的距離也比較近 整體來說 是一個還不錯的動物園 我們的程度 是 我們就 zebra了 所以 我們不能抵抗200kg 飼料 只要做到 。 會不會來 對,如果你剛好住在 塔斯辰辰辰 車程好像半個小時一小時 就可以到,還蠻近的 對,如果你剛好在辰辰辰的話 這個景點我覺得可以去啦 如果你喜歡帶熊 然後喜歡野生動物,帶鼠那些的話 想要跟他們有經濟的接觸 我覺得還蠻值得意去的 對,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就幫我們按個讚 還有訂閱,打開小鈴鐺 對,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